初学者你们很容易会掉进去的命理学陷阱里面 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录一支不一样的影片 我们自己一直觉得说 如果老天给了我们一个这样好的命盘 那如果我们懂得解读 是不是就可以比较少迷信 因此我们很努力的拍了很多的免费的影片 光看这些影片 你就可以知道说 指握斗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甚至在很多影片里面 我们也顺便告诉大家说 哪一些讲法其实是神棍在骗你 哪一些事情 那其实根本不合逻辑 那是命理是在骗你 初学者你们很容易会掉进去的命理学陷阱里面 第一个怎么开始学指揮斗数 会看我的影片的你 你本身就在看我的甚至很多老师的影片 你在挑选影片或者书籍的时候 我会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这本书或者是这个影片 他讲出来的东西合不合逻辑 所谓合不合逻辑就是 他会告诉你一些 听起来很直接而武断的 譬如说某一类的人 他就是辅佐型的人格 他只能去上班 好像这一类的人 他当老板就会死掉 或者是说七煞星坐在夫妻宫 你就一辈子感情都不好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论点 那这种就是不合逻辑的 什么叫不合逻辑 你想想看七煞坐夫妻宫排列组合算下来 也不过就是那么几种 怎么可能七煞坐夫妻宫的一定感情就不好 依照台湾的离婚率 10年内有50%人要离婚 不离婚的那一批 大概也有一大半交貌合省力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视为 几乎是所有的人感情都不好 既然大家都有这样子感情问题 那为什么只有七煞星有这个问题呢 事实上巨门的也会感情不好 他哪有感情不好 破军也会 每一颗星的组合都会 所以看到这种用逻辑思考 用百分比去换算 就觉得有问题的书 那当然就不要了 因为这个老师在写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 自己写出来的东西 到底有没有逻辑性 所以书籍或者影片 如果你碰到是这种的论断方式 基本上我就会建议 这个可以不用考虑 第二种情况就是 通篇跟你讲古文的 有在上我的课的学生就会知道说 我基本上教的东西 非常的贴近古文 我甚至不用近代的人的观念 差别只是说 古文的这些东西的解读状况如何 你必须要有能力 有逻辑性的解读出这个古文 如果这个老师 这个视频或这个书籍 这个部落格的文章 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直接都是引用古文的 那解释是没有逻辑性的 那基本上这个也可以不用卖了 因为这个老师 他根本没有能力自己把古文做出好的见解 所以他只能用原文来回答你 或者是说他根本没有能力去解读古人的真正的含义 所以如果你看到的通篇都是这种 不断的跟你讲很多的术语 然后古文跟你谈阴阳 谈一些很玄奇的一些 你看起来都懂 但实际上不太懂的一些字眼的话 然后看起来那个书翻没有几页你就不想看了 没有逻辑性的 基本上也可以不要了 因为那表示写的人 他自己根本没有能力 去把这些资料做好的整理 我们要自己有挑选资料的能力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学习命理 你本来就是希望让你自己有更好的人生判断能力 如果说你连自己要看什么书都没有好的判断能力的话 怎么有办法去把这东西学好 第二点要不要学排盘 这个论点是很大一部分的人支持的 因为学了排盘之后 你才会知道说哪个星的对公是什么 哪个星的对公是什么 然后你才会知道说 什么星是日系星年系星跟月系星 那他各自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甚至会有人强调说 我可以听到别人的生成八字 我就可以直接手排盘出来 有没有这么重要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曾经是会手排盘的人 曾经 也就是我现在万光光 现在的排盘软体已经这么的方便 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自己去排那个盘 他除了看起来很炫跟很厉害之外 那些传说中 你可以因为这样而知道学理的 我必须要坦白跟大家讲 这其实是不可能的 那不可否认有一些星药 他确实会因为他落盘的方式 代表了他在哪一个时间点他才会出现状况 但是我也必须跟他说 当你是初学者的时候 你根本用不到这些星药 你也不需要知道 因此要不要手排盘 我会跟大家讲 不用去纠结跟坚持这个东西 现在的软体做得非常好 这种事情电脑代工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是 紫微是不是粘心术 紫微如果是粘心术的话 你应该把你的命盘拿起来 然后把你那个紫微星放在那个位置 往天空中一对你就会发现 北极星也在那个位置 但是你会发现你的命盘 在你出生的那一天 往天空中一对 你会发现紫微星不在那里 所以紫微绝对不是粘心术 而真正原因他是利用天体运行的交错 运行的轨迹来去做一个命理的判断 这种命理学他的好处就是 我的月亮就是这个轨迹这样子走 我每年就是这样子走 我不会乱动 我的哪个星跟哪个星会相合会会 他是固定的原则上的原则上的 那所以他是相对于易经华人的这种 很吃天人感应论的这种的论法 他会严谨许多 然后有好学有学理 紫微斗术其实是利用了 占星学的这种逻辑学理 跟传统的这些 秦顿甲跟易经八字风水去做整并 然后去改善了这个很大的部分 所以现在的紫微斗术绝对不会是占星学 我们讲到说紫微斗术的主要架构就是 星耀跟宫味 这两个东西的结合 所以在建议初学者 不要去看那些 很小的那种什么隆德 天遥 这种很小的星耀 因为他主要的就是十二宫跟十四颗祖星的结合 然后还有一些煞星跟四化 以及一些简单的一些辅星 走斧右臂天归天月 然后文昂文曲 红软天喜 这种很基本的一些星耀祝贺 你们在初学的时候根本除了这些东西坦白想 其他的不太需要看 就好像在盖房子一样 一个房子地基没有打好 墙壁没有扶好 你一直在那边讨论说 哎呀那我那个水龙头啊 水龙头我到底该用陶瓷的呢 还是黄铜的呢 那个这样子会不会影响我的风水呢 斗树也是如此 斗树的主要结构就是宫微跟星耀 你这个东西搞不清楚 其他的那都是屁 那宫位呢要注意到的第一个重点 也是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啊 斗树呢 它其实有分本命盘 就一般我们看到的那张命盘 你出生年得到那张本命盘 还会有大线 小线跟流年盘 大线盘就是你看到的 每一个宫下面会有一组数字 那数字呢 刚好间隔会是十年 那那个格子如果当成命宫 然后命宫就有十二宫 就有另外一张那个大线 那个十年之内的命盘 那叫大线盘 流年每年流年所产生的命盘 本命盘的宫位 只能会代表你的个性特质能力跟想法 它基本上不会代表现象 除了极少数某一两个宫位之外 大线盘 它会同时代表你的想法跟现象 因为你的想法而产生现象 流年盘环境造成的这个现象 而小线盘就是那年小线31岁 你那个31岁那一年 你自己做什么决定得到了什么结果 每一张盘基本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的宫位的意思完全的不一样 譬如说我现在来讨论我当下的感情 我用本命夫妻宫来看 那是不合理的 我当下的感情对象 并不会出现在我的本命夫妻宫上面 如果有那就是刚刚好而已 例如你的夫妻宫上面写着金城武 只要长得不像金城武的你都不爱 然后你挑的这个男人也是叫金城武 这只是刚好 只是因为我本身喜欢而我挑选的这样的人 并不等于说你的本命盘等于那个运线盘 这个是常常大家会搞错的 所以宫位的最主要重点就是 你必须要知道你这个宫位 是从哪一张盘出现的 才不会搞混淆了 第五个 星耀的重点是什么呢 星耀的任何的解释都不需要对应宫位 比如说贪囊心叫欲望 所以我放在哪一个宫位里面 我会对哪一个宫位有欲望 比如说放在财博宫 那我对钱财上面我有所欲望 我放在夫妻宫我的感情有欲望 所以你不能把贪囊心是桃花 所以放在财博宫表示说 哇你这个人都把钱花在异性身上 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 他当然有可能因为我有花钱的欲望 那我花钱的欲望 这个欲望可能就会花在异性身上 可是他不是等于你一定把钱花在异性身上 他真正会代表桃花 其实只有在夫妻宫 因为夫妻宫代表感情 然后还有什么在命宫 因为命宫他同时同领了12个宫位 所以他命宫会同时影响12个宫位 那这个时候你也才只能说 那这个贪囊他有这个桃花的意思 每一个星耀的解释一定要对应宫位 只要跟宫位无关那就没有关系 你不能直接这样解释 那初学在学的时候 你在学星耀的时候也必须要这样子像 所以你要对应每个宫位去学 那跟我们学英文的时候 单背那个单字很痛苦 怎么样可以比较熟悉 单字要跟着句子去背 那个才有办法直接用跟熟练 很多人在初学的时候都会去背一些资料 比如说巨门星就有很多口舌 花旗为岸 紫位星就是地星 然后要尊贵等等的 可是实际上整个紫位斗数盘上面的那14颗足星 它会有高达数十种的祝贺 也就是说其实你真正要学的是那数十种的祝贺 根本就不是单一颗星 单一颗星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概念 一个贪狼星 它的对攻可能是舞曲 可能是紫位 可能是莲真 这颗贪狼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在学的时候千千万万 不要硬去背贪狼是什么 你一定要去理解 贪狼对攻是什么 我有欲望 而我的对攻会是我的内心 如果我的内心是舞曲 我的欲望会很舞失 所以每一颗星要在学的时候 这个是很大的关键点 那不只是对攻 还有你要看到同攻是什么 旁边的内颗祖星会来影响你 那通通都会是不一样的介绍 譬如说 胎狼内颗星如果对攻是舞曲的话 因为它那个舞曲很务实 去做它的欲望考量 所以因此一般都会视为说 胎狼如果在负极空 再加桃花星再加煞气 这个会非常花 但在舞曲的这一组 其实相对不会 因为它要考虑看看 我这样花下去 会不会赡养费就没有了 或者是我这样花下去 会不会要赔很多赡养费 那我就不干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 它是一个滑行的人 所有的星药都必须要去看 你同攻是什么星 跟对攻是什么星 它学起来才会是精准的 否则就会变成是很表面的解释 格局这个也是一个 很容易去迷惑大家的事情 命理学不管是紫微八字 各种命理学它都有格局的概念 但是大家很容易的 因为不愿意深入了学习 只想要马上的学会很表面的东西 我们就会去期待说 哇我是七少朝抖格 哇我是日月并明格 好像我是这个格局之后 我就会怎么样 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走在董事上有一句话 有格论格无格论财官 也就是说 其实财跟官才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你对于他的这一生 是不是会有荣华富贵的话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 他怎么不告诉你说 有格论格无格论完蛋 对你没有格局就完蛋 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嘛 对不对 所以格局的概念像什么呢 格局概念比较像是我们在打麻将 你抽进来的牌发现 16张牌 前13张全部都是桶子 只有最后三张不一样 那我把最后这三张换掉 都换成桶子的时候 这个叫清一色 八台赚大千 透过各种不同牌的组合 搞不好可以赚更多 这个就是格局 也就是说老天天生给了你一个 不错的牌局组合 打过牌都知道 你是不是就一定拿得到清一色呢 一定拿得到大四席 你一定拿到这些吗 你不一定拿得到 但如果不一定拿得到 反而有的时候风险还更大 因为你为了要拿到这个大牌的时候 你牺牲很多事情 所以格局的概念 基本上就是给你一个 大致上的分类 你有没有拿到这个大致上分类的上 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就好像你牌拿进来的时候 会打牌就知道说 我这副牌我可以做成什么样子的牌组 什么样的组合 因为什么样组合就靠近我 它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 可是这并不等于你就是这个样子 但我们很容易就看到的这个书上写的 哇 这个威震边关 哇 这个晚年富贵 你就只看到晚年富贵 你就没有看到其他的他所需要的条件 所以格局重不重要 格局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基础的概略的 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煞星可不可怕 很多在初学者的时候看到煞星都非常非常害怕 煞星在植物斗数里面 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人最原始的那种欲望 冲动 火爆 纠结 本来就是你的各种潜在的一些情绪 而情绪的可怕是在于说 它不好被控制 当你情绪不控制而爆发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个灾害 但是它是不是一定是可怕的事情呢 第一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人不可能完美 我们完美早就拖六道轮回了 对不对我们在这边 人不可能完美 人一定有情绪 人一定有一些欲望 人一定有一些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用在对的地方 那它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事 譬如说你在路上看到有个女生被欺负 你的火星爆发出来 冲过去很扁人一顿 那女生就觉得英雄救美 对不对 搞不好我们就因为这样在一起 那它有不好吗 不一定不好 所以煞星其实重点是我们的情绪 要用在对的地方 那命盘上也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 什么时候应该奔放自己的情绪 我们的名言 煞星用得好人生没烦恼 走述在用四话 会有各种各种不同的派别 那很多人在初学的时候 就这个方法看一下 那个方法看一下 这就变得很混乱 我们这边必须要跟大家讲 不管哪一种派别 它都必须要回到它的根本面 也就是说四话原始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颗星药会因为时空环境 而让它产生不同的变化 就好像你们家的院子里面有一棵树 这棵树因为春夏秋冬 那个树的那个叶子 可能会从刚茂之牙到繁盛到凋零到枯萎 树还是那棵树 但是那个树给你的感觉 跟那棵树放在那边 你的院子里面放一棵泛黄的树 跟放一棵凋零的树 跟放一棵植盐茂盛的树 那个院子对你来讲 是不是感受度也不同 这就是四话基本的起源 环境造成了这棵树有所变化 四话基本上是 环境造成了这个星药而产生的变化 四话的基本逻辑 还是会是在你的本命盘 运线盘上面的四话状况是什么样子 其他的东西如果不熟练的时候 你硬要去飞化啦 自化啦 通常最后就是笑话而已 因为你根本摸不清楚那个逻辑 我们刚刚就讲 它是环境对于星药产生的变化 既然是环境对星药产生的变化 绝对不可以漏掉星药不解 因为漏掉星药之后 每一个星药产生的化际化禄 跟化犬 意思通通都不一样 太阳的化际 太阳的化际 无曲的化际 太阳的化际 廉正的化际 意思完全的不同 你怎么可能用一个化际 在夫妻宫去解释那个夫妻宫 我怎么知道你是太阳化际 你还到底是哪个化际 你怎么能够用一个化犬 在财博宫 就去解释财博宫 我怎么知道 你到底是天阳的化犬 太阳的化犬 子威的化犬 还是无曲的化犬 它通通都是不一样的意思 所以不要这样去解读 这样去解读 一样的你会落入一个好像刚听起来有道理 学久了之后 你会发现它根本不会准 然后很混乱 任何的学理 你没有从根本性的逻辑去探讨的时候 最后的结果 它就是一个混乱而已 然后你会找不到那个方向 所以四化的部分 这也是在刚开始学的时候一定要切记的 一定要切记的千千万万 不要单独的去学 我的官路工化科表示什么 千万不要这样子 因为每一个科都不一样 大家很担心的那个化记 你就看那个记那个字叫己心 自己的内心 它就是一个内心的空缺 内心的空缺总是让人不舒服 不开心不快乐 总是让人觉得不喜欢 可是它也会是动力 四化的概念除了你不需要看那个是什么心之外 更大的重点是 你也要知道它基础的含义是什么 而不要看到就很害怕 比如说破均化路 化路在财博宫好像很好 很多书都这样写 哇化路在财博宫就会很赚钱 破均化路在财博宫 尤其是运线盘表示你要卖东西得到千 损失什么东西得到千 因为破号而得财 破号得到财一定是好的吗 一定多的吗 不一定 你一台车买300万卖100万 这也是破均化路啊 为什么很多人在学陡数 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解释不出很细腻的解释的真正的原因 那就浪费了斗数这一套很完整的体系 综合前面的九点 最后的第十点 也就是一定要告诉大家 也就是说 指挥斗数它是工位跟行邀的结合 也就是人跟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 那我们的学习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你会分辨的出来说 这个流派这样子讲有没有道理 这个老师这样子说合不合理 这些东西包含我自己 我都是尽可能的不断的用学理跟逻辑 检视自己对于古文解读的错误 甚至发现它的更好的用法 那我们在学的时候也必须要这个样子 从我是菜鸟到我现在算小有知名度 我都是用这个方法 那这个就是跟大家共勉之 当你看到很多混乱的讯息的时候 其实就是回归到斗数的基本逻辑 然后去检视各种你拿到的资料 这样子合不合理 一旦这是不合理的 那你都不需要质疑它 好 希望这10点可以帮助到初学的各位朋友 可以有更清楚的知道怎么去分辨跟阶督 顺便跟大家介绍我们学会的另外两位老师 一位月月老师跟一位混货老师 在学会开的频道有别于我之外 月月老师他会特别跟大家讲一些 在斗数上面一些小小的小技巧或是小趣味 或是小小的大家知道老爷不能干嘛 可是你又会很想要知道的 什么早晚子 天干地支怎么算 什么叫阳男什么叫阴女 这一类的月月老师会跟你讲一些 他这中间很趣味的事情 那个是月月老师拍的频道叫指挥棒棒堂 那另外还有琥珀老师 他会跟大家就一些很喜欢K古文的 看那个很喜欢深度去研究说 哎呀为什么那个斗数啊 从当年的七正四语怎么怎么转成斗数啊 罗侯嫉妒心怎么转过来啊 你觉得你不背书不念书 然后没有来一点深度历史知识 你觉得很痛苦的 欢迎来去看 我自己这边呢就希望可以继续推一些 让大家可以快速的拿到指挥斗数上面一些实用技巧的频道 好谢谢大家